今天这期视频解说比较特殊 请一耐心的讲到听完好吗 我能讲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幻想 留到以后坐在摇曳上慢慢的回忆 1928年的伦敦小镇上 普通的送牛奶工人欧雷斯特 每天早晨都会骑着自行车 在河区的暖阳中走过大街小巷 而有一天 上流社会的美丽女婆艾萨尔 不经意的双台抖挥时 阳光了欧雷斯特正好经过 她误以为艾萨尔正在和她打招呼 于是也出于礼貌的脱毛微笑 这个微笑波动了艾萨尔的心弦 于是从此之后 欧雷斯特每天都会微笑的和艾萨尔打招呼 可是直到有一天 两年都错过了彼此打招呼的时刻 正当艾萨尔失望难过的时候 欧雷斯特就捧着一束鲜花 主动上门正式介绍了自己 他们开始聊天 看电影 约会 见家长 这些过程 就像我们现世中每一对热恋的小情侣一样 直到最后一起相伴 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他们一起带款买了自己的小窝 两人一起经营所 所有单纯温馨的日常 他们刚住进小屋的时候 房间空空荡荡的 甚至一个像样的窗帘也没有 和谁的时间飞逝 屋子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具 整个家慢慢的变得充实起来 欧雷斯特紧奋的在外面工作 回家时 不用自己凝巧的双手按照妻子的要求 不止家具 艾萨拉细心地在家打扫卫生 原子力充满了各种鲜花 将满园 点缀的色彩缤纷 在生活中 欧雷斯特总会时不时地给艾萨拉制造小惊喜 每个庆祝日 每个生日 都会送上贺卡和鲜花 在阳光散弹的日子 一起去郊游 每个平凡的早晨 都是欧雷斯特最喜欢的 值得艾萨拉做的早餐 看着暴姿力似乎离自已很远的政治 七岁时光 就像变得甜蜜 又又长 几年后 这个温馨的小家 降生了一位新成员 他们唯一的儿子出生了 为了艾萨拉的身体和生命安全 身为高丁散户的艾萨拉 不再被欧雷斯特要求生育更多的孩子 他们喜悦的为新男的小生命 填充各种银额用品 所以欧雷斯特只能更加卖地的工作 才能更好地照顾孩子的生活 他是心甘情愿的 承担着沉重 却有美好的责任 看着孩子竟然长大 仿佛就看到他们的爱情和生命在生生不息 然而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也掺杂着许多悲欢苦乐 欧雷斯特会为了儿子那头美丽的金色卷发 被剪掉而伤心 艾萨拉教育儿子 要勤劳 勇敢 善良 平等 回来这个时期 报纸广播中 不断传在希特勒 自主侵略他国的消息 并且战火将在不久后 蔓延到英国伦敦 为了保护小孩和妇女 政府组织三万人从城镇撤离 以躲避空袭 艾萨拉哭泣得不忍心 把年幼的孩子送到乡下 可欧雷斯特却温柔地抱住艾萨拉 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我懂 我懂 可留着在伦敦的两人 开始在家搭建防空洞 在昏暗的防空洞内 欧雷斯特依旧读书看报 而艾萨拉依旧缝缝缝 两人造成每天相互一味地走进梦乡 但德国与英国的战争一触即发 城镇的所有钢铁 都被征集去制作武器 两人小屋门截的铁栅栏也没有放过 欧雷斯特安慰艾萨拉说 他会再做一个木栅栏 但是还没有等木栅栏做好 这种房屋都被炮火炸成了废墟 他们只能到乡下躲避 顺便看望自己的儿子 他们很欣慰地看到儿子 已经完全适应乡村这片净土 并养成了间凳 行逃的品格 没躲多久 两人还是回到伦敦的小屋 在短暂的安宁中 重建自己的家园 可是 让炮火造成了事业横边的场景 让欧雷斯特尽比利益悲痛万分 而此时 埃萨拉总会抱着欧雷斯特的头 给他安慰和力量 他们总是在对方对需要的时候 给予惯爱 这才是真正的福奇 短暂的安宁并不能代表永久的和平 战略的遇阵不断拨起每个地方 儿子也一直不能回到家中 每当埃萨拉因斯连儿子而悲伤时 欧雷斯特也总是继续抱住埃萨拉说 我懂 可怕的炮火不断的期待 幸好两人在搭建的防空洞中 行存下来 直到终于等到战争胜利的消息 儿子也回到了家中 同志的他还带回一棵黎树盒 种在了庭院内 街道上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一个温馨的家庭终于重建 随着经济的繁动 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欧雷斯特送牛奶的车 也由一开始的自行车 变成了电动车 而埃萨拉总是会向邻居夸耀 优秀的儿子 考上了文法学校 同时 也因为儿子在学校犯错 受到邻居的唏嘘 甚至他们还会在村上花开日子 去野外交流 相互谈论政府对于工人的福利政策 日子就是这么平淡无常 可就有无法精彩的味道 男儿进入青春期的儿子 开始出现了小叛逆 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埃萨拉的唠唠叨叨 让儿子感到厌烦 自作主张地从文法学校 转入了艺术学校 开始有长长的头发 穿不修蝙蝠的衣服 还喜欢 和女孩走得很近 身为父母的欧雷斯特和埃塞尔 尽管担忧 但从没有违抗儿子的心愿过 他们不是害怕儿子 讨厌他们 而是认为 自己的儿子能够抵抗 皇后世界的诱惑 时间过得很快很快 如今儿子已经成为 可以独当一面的成年人 而不知何时 欧雷斯特的发迹线 也变得越来越高 埃塞尔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多 随着儿子外出餐居 陌生 欧雷斯特和埃塞尔日子 也过得越来越随和 他们依旧在阳光下 躺在庭院的摇椅上 罗莲斯特在读书看包 而埃塞尔在一旁风风补补 他们也不忘跟着科技的步伐 在小屋里 装上一台电话 低声凌响 让他们足足开心的 好长一段时间 随后 还为自己买了第一台小汽车 心悉的 带着家人兜风 不久后 儿子带着自己的女友 来看望父母 母亲开心的看着准儿媳 忠心的希望他们 能在教堂举行婚礼 可是前卫的儿子 却先进登记结婚 并且因为女友 有隐形精神病 所以不能要孩子 对于自己 不能做奶奶的消息 埃塞尔虽然感到遗憾 但也没有反对 就让儿子健健康康的 比什么都好 随着岁月的游试 埃塞尔的摔倒速度 快得让人死掉不及 并且 记忆体也在逐渐衰退 慢慢的 连丈夫都不认识了 所以欧莲斯特 平静地接受了埃塞尔的死亡 说了一辈子 我懂 我懂的欧莲斯特 在自己的妻子吃力面前 第一次被动了 福达儿子的肩上 说了一句 我不懂 他真的不懂吗 谁也不知道 在家居的日子 欧莲斯特像埃塞尔 活着一样 淡淡地生活 然而没有埃塞尔的世界 始终无法让欧莲斯特留恋 童年 欧莲斯特安静地死去 两年一起走过 他们平平淡淡的一生 而当年 儿子在庭院所种词的遗书和 已经知凡夜貌 挺挺概概概 学了一辈子遗书的儿子 最终选择用手绘的方式 纪念他父母 平淡无奇的一生 而这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本手绘漫画 《伦敦一家人》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 都是平淡无奇的 没有那么多的折腾 也没有那么多红红烈烈 在时代巨变中 即使无法成为名人 无法成为英雄 无法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自己的足迹 可只要和相爱的人 慢慢走过岁月的春夏秋冬 和享受的人 一起看汐水长流 那就足够了 毕竟人生说长也长 说短也很短 如果不择手段去追寻 名利 诠释 或许一辈子 都将沉沦在另一个世界 好好珍惜自己的人生 家人 才是自己最珍贵的宝藏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很感谢 你们能够看到这里 希望你们能够 好好珍惜平淡的生活 好好陪陪 你身边的人 美好的生活 其实真的很简单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